既飛彈之後 北韓官媒近期漩武大騙 戰車站上C位 不過李春機熱血沸騰 金正恩御駕清真 卻似乎難以掩飾 北韓戰車須有其表的真相 南韓專家分析 北韓所謂新款戰車 核心的主炮位置 與現有戰車一模一樣 炮塔側面雖然配備 火鳥反坦克飛彈 卻沿用前蘇聯開發的老舊裝置 遭受攻擊時 恐難防禦 儘管北韓愛國歌曲唱得激情澎湃 但這款戰車最知名的弱點 就是號稱北韓版K-94走炮 在發射炮彈時的狀態 雖然專家一致唱衰 但金正恩顯然信心滿滿 加快視察第105坦克師團的節奏 還發出備戰命令 要求在意識形態和精神力量層面 提升戰備整備 朝鮮中央電視台公布的畫面 雖然把牆上的地圖打碼 但地面上作戰圖卻清楚顯示 就是南韓 只不過想要炫武 卻一再展示古董 連步槍都沒有準心 真正上戰場 恐怕淪為炮灰 在新聞 綜合報導